您好,我是钱爱君,在读书、频道为您介绍当今世界的畅销著作,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介绍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曾担任美国、时代、周刊和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分社社长, 如今菲律宾驻中国大使吉米·弗洛克鲁兹、Jamie·弗洛克鲁兹的新书《北大77集》。 从1981到2014,整整33年,吉米他是迄今为止驻中国时间最长的外媒记者。 与江泽民对话,与朱镕基交流,与姚明访谈,跟踪报道两会、奥运会、亚运会、汶川地震, 他见证并报道了中国过去30年来最重大的事件。 2022年11月初,据菲律宾商报报道, 菲律宾全续委员会10月22日在菲美《马尼拉时报》和《马尼拉标准报》刊登通稿, 称小马可思已向全续委员会提交名单,将任命三名人士为驻外大使, 包括任命吉米为菲律宾驻中国特命全军大使, 并兼任驻朝鲜和蒙古国大使。 报道形容,吉米是菲律宾为数不多的中国通和知华派。 他接受菲律宾商报采访被问到与马可思家族之间的恩怨时回应称, 他愿放下承见,一切都是为菲律宾。 1971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吉米等十多名菲律宾学生领袖访问中国, 他们不顾非政府禁令访问还位于菲律宾建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抵达北京当天,时任总统马可思宣布暂停人身自由撞, 他们一行被困在中国,虽然后来陆续有人回国, 但他们在得知自己上了马可思政府黑名单后, 选择留在中国,一住就是50年。 当时中国文革还未结束,吉米与另两名同伴罗马娜, 已故前任驻华大使和爱丽逊八国力脑, 现任美国NBC电视台驻华首席记者, 跟着知青上山下乡,先在湖南农村劳动, 后来在青岛的渔船上工作。 1977年,吉米暴读北京大学历史系, 主修中国历史, 同期同学包括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 北大77级, 曾被北大法律系很多老师称为黄埔一期。 大家知道, 黄埔一期名将如云、 孙元良、 关林征、 胡宗南、 李延年、 贵永卿等许多将领都出自黄埔一期。 不管这种比喻是否过誉了, 但可以看出的是, 北大的老师们把北大77级的学生誉为黄埔一期, 不仅是给了这批学生极高的评价, 更是表达了他们对孙中山先生, 将中正总统创立的黄埔军校的致敬。 北大77级的学生中, 最著名的要属中共现任总理李克强, 以及民主活动家王军涛, 其他的还有企业高管、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和大学校长等。 可以说, 北大77级的这批人是文革结束后, 也就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最早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 北大77级的作者吉米, 1971年时, 作为左派学生领袖, 随菲律宾青年代表团访话, 当时恰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下令镇压反对派, 导致他在中国流亡数年。 他也由此进入北京大学文革后, 重启的首届本科升班77级。 北大77级, 这本书介绍了77级同学和校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上的不同人生道路。 他们包括现任总理李克强,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流亡美国的民主倡导者王军涛。 书中当有关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部分, 或许会是最让读者感兴趣的。 所以, 作为李克强的同学, 吉米在2022年下半年接受 美国之音采访时被问道, 通过在校对他的印象, 以及对校友们的采访, 李克强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吉米回答, 那时李克强在法律系, 自己在历史系, 所以当时两人并没有真正经常或频繁地交流。 吉米说, 自己和法律系的其他朋友接触时, 见过李克强几次。 吉米的印象是, 那个时候, 李克强是典型的来自北京以外地方的学生, 李克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 说话很温和的人。 吉米说, 我知道他当时是学生领袖, 在某个时候他是学生会主席, 他毕业后留在了北大, 成为北大共青团的活跃领导人, 最终成为当时全国共青团的领导人。 后来当他成为副总理和总理时, 我在新闻发布会上问过他问题。 显然, 他不仅接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 还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培训。 所以他很适合当中国总理, 主要是管理经济和官僚机构。 在回答李克强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的提问时, 吉米表示, 他非常聪明, 精通法律和经济问题。 他显然也非常熟悉中国的政治格局, 尤其是高层。 吉米还发现他有一种人们称为稳定的性格, 他不会大胆地坐火说任何事情, 他似乎是个勤奋的人, 一个更愿意待在幕后, 只专注于他要做的事情的人。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管理官僚机构和监督经济。 而除了李克强, 吉米当时在北大的校友还有薄熙来。 薄熙来跟吉米是历史系的同学。 薄熙来当时的理想是做一名驻外记者。 在吉米印象中, 薄熙来在北大是个个子高大, 迷人的学生。 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旧军服, 但他仍然因为他的个性而脱颖而出。 当时他的终极抱负是学习如何提高英语, 学习做一个外派记者, 人民日报特派员或新华社特派员。 吉米说, 这就解释了他经常在北大食堂吃午饭时靠近我, 主要为了练习英语。 他对外面世界也很好奇, 问了我很多在菲律宾长大的事情, 以及我对其他国家和美国的了解。 我也从共同朋友那里得知, 他其实很喜欢古典音乐, 包括西方古典音乐, 他喜欢跳舞, 他只和几个朋友在家里跳交际舞。 我并不惊讶他会这些, 但我很惊讶他会从政。 吉米还在书中写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虽然李和博都瞄准了中国一号的位置, 但竞争的获胜者却是习近平。 吉米认为,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规则。 但吉米也发现, 很多领导人的共同目标是社会稳定, 避免混乱。 多年来, 吉米多次看到, 很多政策, 很多举措, 要么放缓, 要么停止, 都是因为领导层得出结论, 这会对社会稳定不利。 每个人都不喜欢或害怕乱。 在很多方面, 这就是吉米如何看待领导层怎样和为什么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的定势。 吉米在新书发售阶段,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说, 希望读者从我这本书中了解, 中国的改革是多么艰难, 邓小平的改革是怎么过来的, 因为我描述了197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的, 生活多么艰难。 然后我试图通过我在北大遇到的同学, 77级的以及其他校友, 通过他们的眼睛和精力来捕捉改革的动能和热情。 我跟随他们北大之后的生活, 以及他们在中国演变呈现这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具体和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 吉米还在在书的后继中提出了全球化到达顶峰后习近平和中共能做什么的问题, 在采访中, 吉米回答, 习近平在2013年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 我当时就在那里报道那个仪式, 我记得他发表了非常简短的演讲, 他基本上说, 希望未来中国人能享受蓝天, 一份稳定的工作, 孩子能获得教育。 我当时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立场或可行的计划。 我认为, 如果中国领导层坚持这种心态, 坚持务实目标, 那么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支持。 毕竟, 在我写这本书的研究中, 以及我在中国的经历中, 我发现中国人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梦想。 在美国或菲律宾大多数人也是, 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有稳定的工作, 医疗照顾, 孩子的教育。 然后, 当然, 气候变化, 有蓝天, 清澈的水, 干净的饮用水, 非常基本的生计问题。 我认为, 政治和意识形态, 中国大部分人都不会太在意, 只要不影响他们基本生活的目标, 谁当权他们就跟谁走。 在2022年底, 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 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前菲律宾流亡者, 吉米福洛克鲁兹将, 出任马尼拉驻北京特使, 讲述了更多吉米的经历。 1971年, 包括吉米福洛克鲁兹和圣罗曼纳在内的15名菲律宾青年活动家, 不顾政府的履行禁令, 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考察。 在马尼拉发生爆炸事件后, 这群人被列入通缉名单, 被迫自我流放。 这些流亡者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并被派往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 吉米福洛克鲁兹不得不学会点燃原始的炉子, 穿上笨重的衣服来抵御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冬天, 并把一桶桶人分从厕所搬到菜地里。 他写了一本回忆录, 北大77集, 我的同学们如何改变了中国, 概述于2022年7月出版。 当他和其他菲律宾活动家选择违抗政府禁令并前往中国时, 吉米福洛克鲁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决定导致他们被列入通缉名单, 并最终自我流放。 在那里, 他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并亲身体验了毛泽东出生地的严酷生活。 1973年, 中国将流亡者安置在山东烟台的一家渔业公司, 吉米福洛克鲁兹在那里与中国船员一起工作。 他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普通话, 阅读人民日报, 并想知道他的积极分子女友乔安·玛格里鹏的情况。 吉米福洛克鲁兹决定利用这段经历来了解中国, 并在北京大学报了普通话和中国历史。 吉米福洛克鲁兹的知识和关系, 使他能够报道天安门广场的镇压, 并对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关于毛泽东遗孀自杀的报道进行了爆料。 吉米福洛克鲁兹利用他在烟台的时间, 学习普通话和阅读人民日报。 他在北京大学习中国历史, 并利用他的知识和关系, 报道了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 吉米福洛克鲁兹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 表达了他对南海冲突的看法。 他认为, 菲律宾应该捍卫他们的领土和主权权利及主张, 同时也要与中国达成互利和公平的协议。 吉米福洛克鲁兹还讨论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 以及中国成功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在影响。 他讨论了了解中国的重要性, 因为中国一打喷嚏, 其他人就会感冒。 他问道, 中国是否会因其众多问题而内报, 如收入差距扩大, 道德败坏和资源分配不均。 吉米福洛克鲁兹认为,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但中国人民是有任性的, 可以吃苦甚至吃穷。 他的演讲让听众对中国及其对世界的潜在影响有了更多的了解。 钱爱军还为大家总结, Chinafall中参观在2023年1月与吉米福洛克鲁兹的对话QA, 北大77节, 与吉米福洛克鲁兹, 其中吉米福洛克鲁兹提到, 1971年8月, 吉米福洛克鲁兹和一群八名学生抵达中国。 他们对了解新中国感到兴奋, 但很快就了解到, 回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1月, 第一批八名学生冒险回家, 一进门就被盘问。 这使他们意识到,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该小组决定留在中国, 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他们向主人建议, 他们像中国青年那样, 下乡向劳动人民学习。 他们最初对这一前景感到兴奋, 但很快发现农场非常贫穷, 他们面临着身体上的困难。 这群人对中国有一个浪漫的看法, 但很快就发现, 中国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完美。 他们面临着回家的困难, 在农村面临着贫穷和身体上的困难。 这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现实, 以及它可能是多么的困难。 对话提到, 起初, 该学生对这个国家有一种浪漫的看法, 并接受社会主义的概念。 然而, 在与科学院的一位朋友交谈后, 该学生开始对他所听到和读到的东西, 变得更加挑剔和愤世激素。 在一位老师和原始教科书的帮助下, 这位学生开始在他所在的农场学习中文。 这位老师最终在外交部升职, 退休后成为中国驻欧盟大使。 由于之前在马尼拉和北京语言学院的学习, 该学生能够避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他知道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 有570万名申请者争夺不到40万个名额。 这位学生最初并没有意识到, 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群体中的一员。 然而, 他很快意识到, 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常年在农场、 工厂和军队中度过, 但仍保持着阅读和写作。 他在课外学到的东西也比在课堂上多。 对话继续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状况。 学生们对学习新事物和讨论他们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的疑问感到兴奋。 教授们仍然很谨慎, 但学生们渴望探索新的信息, 辩论两个什么。 学生们还在处理毛泽东时期发生的事情, 虽然有些人仍然相信, 但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作者通过查看老照片和采访同学来回忆自己的经历。 多年来, 作者和他的同学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有人从海外回来时, 他们会在网上或亲自见面。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和唱卡拉OK, 享受彼此的陪伴, 并为他们共同的回忆而调侃。 在北大77集, 这本书中, 吉米讨论了他的背景和友谊, 如何帮助他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舞台。 他的同龄人信任他, 并与他坦诚交谈。 这对于帮助他了解中国故事的细微差别是非常宝贵的。 他认为, 为了让中国继续发展和强大, 他们必须保持大门开放, 教育更多代人, 并不断改革和适应。 他的书强调了这个信息。 谢谢大家收看《读书》。 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给《读书》、点赞、打赏。 请期待, 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期待,